-去降噴令ницу 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 哇,很冷哦這邊 大家收看這一集的QCCS 今天,我跟這位芋頭帥哥呢, 開著他的Civic SI來到八卦山 他就是來載我體驗一下 什麼叫做山路? 就小小的體驗啦吼,因為今天這個行程也安排的非常的零食 所以,我跟他一個人獨自在這邊, 趁沒有什麼人的時候來測試 這一條山路叻,夜晚沒,每次很多人來這邊玩嗎? 週末比較多,但是因為這條山路比較短一點, 通常都是去其他地方玩 但是因為這個地方離我們台中是最近 所以你會時常來這邊嗎? 會常常來,我一周大概來兩三次左右 一周來兩三次左右,都是一個人來? 我有空就會自己來,如果別人也有空的話, 我就會找他們一起 哦,就是有幾個朋友一起來? 你跑這邊的山路,跑幾次啊? 跑多久了? 哇,算不出來,應該起碼六七年 六七年? 對於那些可能剛拿到駕照啊, 想要來玩山路的啊 你有什麼一些建議? 我是建議,剛開始還是先慢慢開啦 然後我們山路最重要的就是, 因為山路畢竟不是在賽車場 最重要的就是,不要跨線,先慢慢開 山路順順地過了之後,你再慢慢去加大它的那個.... 彎速這樣 跟賽車場一樣啦 你要把握慢進快出 賽車的基本功,慢進快出 哦~~ 這是最安全,也是最快的跑法 最重要的就是,不要跨線,不要跨線,不要跨線 不要跨線,不要跨線,不要跨線 事不宜遲,路邊真的是有一點冷吼 我們就坐進去,體驗一下它的SICV 手牙的吼! K20吼! 沒有改裝嗎? 沒有改裝 沒有改裝,原裝 原裝! Let's go! 芋頭要帶我開始跑山路了! -有沒有興奮? 哇~~ 每次看偷文自逼 只是看罷了,看跟自己親身體驗是不一樣的 還沒有跑過山路? 沒有哦! 還沒有跑過山路 我們沙拉瓦都沒有山路啊! 我只能夠坐在旁邊體驗 因為山路,我也不敢開 不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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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芋頭,Let's go! 前面這邊,有人在住,所以我們還是先慢慢開 這很重要吼,不要讓人家覺得 哎呀! 不要影響到別人 不要影響到別人吼,玩車不要影響到別人 反正是,這個態度是非常好的 我們應該向芋頭學習! 別這樣說,別這樣說 吃過了第一個彎 這邊就可以開始駕駛咯 好,七十五個彎 經濟煞車 把你的彎 好,二十五個彎 二十五個彎 輪胎很咬地哦 哇賽 80過彎 80過彎 好,這個法夾彎要賣一個 全油出了 這邊都可以全油 這個車跳跳一下,你一不一怕的咩? 不會啊,很穩啊 哇,習慣了吼 不怕會失控嗎? 我比較喜歡這種軟軟的感覺 是咯 真的是很軟 不過感覺,過彎還是很快咧 對啊 哇,80 沒有,不然會重新駕 是沒有,相差更差 是有價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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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有銷 unc 這一套 是有價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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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別人 是有價值的 車子有點在甩了 假警察 夜景好美哦 在那邊 哎唷 然後他在這邊看夜景 啊 好,這邊就一段座了 這邊就有 這邊有附加 啊 我覺得還稍微一小段可以再試 稍微快一點 這邊就有了 啊 這邊就有了 短短的路程嗎? 大概5分鐘左右 哦,就像玩頭文字D,一場5分鐘 有一點要吐了 不過還好還好,還可以頂 台北的山路跑一趟要20分鐘 20分鐘? 北嶼公路 感覺真的是有一點 咳咳咳 反胃哦,反胃哦 所以同,其實這條山路對門台灣人來說算短 算短的山路 長的那條山路可以跑多久? 那條山路有分三段 我們跑其中一小段的話 最快的人去跑也要大概12-15分 台中沒有這麼長的山路 最好跑的山路你認為是哪一條呢? 我覺得就是這一條 這一條哦? 這一條我覺得,它的彎的節奏比較舒服 然後它不用去踩太多煞車 它的山路大概會加到140 然後再煞到60 它的彎是很曲的嗎? 對,這邊的彎的話 你看我直線大概在120-130 但是我彎道的話都是90幾 對,差不多 所以這邊用的煞車會比較少 我去台北那個山路的一小段 我跑三分之二,我的煞車就紅了 它如果再熱的話,它就會變紅色 所以在台北,就會跑到那個煞車盤過熱 對,所以這條山路的話,我是沒有跑過過熱 因為時間上的關係,所以這位一頭先生呢 他就帶我體驗一下山路的感覺 所以來帶我走這條比較短的啦 非常的感謝一頭先生 我怕再嘗你 出來了 是哦,坐在裡面啊 真的是感覺 跟飄移一樣 跟飄移一樣 飄移,如果你坐在我旁邊 我相信你應該也是 還要吐哦,要暈啊 我希望在這幾天裡面,還能夠拍攝到台灣的一些玩車的文化 這個其實也算是台灣蠻流行的一個玩車文化吼 山路吼 山路是台灣最流行的 最流行的玩車文化 不過咧,這個因為不適合法的嘛 安全為主 開車,請記上安全帶 看到對面有車來的時候叻 請放慢速度 大家要自己去拿捏啦吼 自己去拿捏 拿捏翻車嘛 對對對 感謝大家的收看 我希望接下來 能夠拍攝更多台灣的玩車文化 我們下一集 見 我問了那個異頭哥吼 他就說,他們跑山路啊 你跟在他後面啊 你跟跟跟跟跟跟跟啊 他不會說突然間踩煞車啊 他突然間要你撞啊 還是說跑了啊 下來啊 要喊打喊殺這樣子啊 不會的 這個就是台灣人 跑山路的一種非常好的態度吼 住家住宅區的時候叻 他們不開快 他們不亂爛踩油門的 這個就是他們 非常好的一個玩山路的文化 他就知道談戀愛的 他就告訴你 他們是否要怎麼那麼好 和風格的批評 他就知道你還是什麼 我們上次患人